从多伦多出发到蒙特利尔 Keyback City Atan Merstrog Miramichi 我们已经到了PIA了 North Sydney 在港口 在码头 在我身后的这片大路就是纽芬兰 这里是纽芬兰 这里是北美大陆的最东端 我们从多伦多出发 经过3000公里 与昨天清晨到达 开始了纽芬兰的环岛之旅 在结束了对纽芬兰岛最北端的探索以后 今天我们将会前往东部地区 这里会有更大的惊喜 快上车 跟我们一起出发 我们现在上路了大晴天 然后我们继续上路出发去一个叫做Gander的城市 渡过我们接下来的这一夜 好像很奇怪 很奇怪 从第二类客出发去往Gander 这一段路程只有300公里 开车大约三个小时 我们在纽芬兰岛上的旅行都是先选好目的地 然后再前往的路上根据卫星图和谷歌地图推荐的attractions 猜测哪里可能会有风景 然后驾车顺路前往 在这个巨大的悬崖旁边呢 就紧挨着这个悬崖呢 有一条trail 你可以呢沿着这个悬崖一路往下走 驱车到达小镇Crowhead乌鸦头 从卫星图上看Crowhead正像一只乌鸦的头 这应该就是它名字的由来 这里面朝大海 有一条trail紧临悬崖 没有任何护栏遮挡 走起来壮观并且刺激 因为紧期的降雪 这条路基本都被白雪覆盖 加上悬崖顶端的风很大 我们就没敢走太远 但是这条trail绝对是我走过的 最壮观的一条徒步路线之一 推荐你来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个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应该是海胆吧 但是被吃掉了 可能是被海鸟海鸥什么的 给吃掉了 但是我猜如果夏天你来的话 应该能在这沙滩边上捡到海胆 可惜师姐来的不对 好多呀 我又看到一个 继续上路去往Crowhead旁边的另外一个小镇 Twilling Gate 昨天我们在San Anthony附近看到了冰山 这让我们非常兴奋 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的行程稍早于纽芬兰观赏冰山的最佳季节 但冰山已经在纽芬兰岛附近的水域里了 只是海岸边凝结的冰河 让冰山无法靠岸 根据昨天的经验 再根据地图地形 我们决定去Twilling Gate蓬蓬运气 因为它面朝格陵兰岛的方向 冰山脱落以后 极有可能顺着洋流来到这里 在到达Twilling Gate之前 我想跟大家分享 自驾在纽芬兰岛上 途经的众多小镇中 房屋的颜色大多都是五彩缤纷 让人印象深刻 有一种说法是 水手通过把自己家的房子 尤其成显眼的颜色 从而更容易在海上辨识出家的方向 当然无论是什么原因 五彩斑斓形状各异的房子 在冬季遍地是白雪的纽芬兰 就像一把撒在雪地里的糖豆 让长途驾驶不再枯燥 来到Twilling Gate 在这儿我们遇到了一个遛狗的老奶奶 她非常热情地跟我们聊天 问我们从哪来到哪去 我们说我们从多伦多来这儿寻找冰山 她听完以后非常兴奋地 向我们展示了前几天 她用手机拍到的冰山 这位热情的老奶奶跟我们说 她邻居家后院有一条隐蔽的小路 可以到达山顶 幸运的话 我们会在那儿找到我们寻找的景色 临近日落 我们沿着一条曲折的小路上山 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们很幸运 如果不是遇到了这位热情的当地人 我们一定不会遇到接下来所见到的 让人难忘的景色 小猪说她看见了 太帅了 和你看到的一样 视野在到达山顶后豁然开朗 在冰冻的海面远处 一座巨大的 整齐的冰山 注立在天边 这是超出我以往生活经验的景观 让我兴奋和感动 这座冰山距离我们非常远 目测至少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整齐的断面 让它像一艘航空母舰一样立于海面 这是我们想象中冰山该有的气势 想到冰山有90%的体积 潜藏在海面以下 不知道当时它从冰川上脱落 是怎样一番场景 再想到一个月后 当海岸边的冰河融化 这座庞然大物靠近岸边时 又会是怎样一番场景 我们沉醉于眼前的景色 突然发现在冰山附近 有几个小小的黑点 海豹 在纽芬兰 每年的5到8月 是最容易看到海豹的时节 其中Twilling Gate 是最容易看到海豹的地点之一 此时此刻 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 太美了 这个地方太美了 这景 你在下面完全看不到 我们去那些所谓景点也看不到这个景 只有本地人告诉我 他说他邻居经常往上走 然后我们就跟着他邻居的脚印走上来的 太阳开始朝着山的背面移动 我们从城市的中心出发 来到文明世界的边缘 和海豹一起在冰山的对面等待日落 这是完美的一天 明天将是我们在纽芬兰的最后一天 也是最震撼 最难忘的一天 如果你有时间 我们可以一起上路 晚安 再见 再见